各位Dr.Michael朋友大家好 我是沈云敦醫師 感謝各位再次來收看我們的衛教頻道 那今天要跟各位討論的這個主題 跟縫雙眼皮是有關係的 也就是這個小切口的曲子 因為大家想縫雙眼皮就是希望 眼皮上面沒有手術操作過的痕跡 那但是有些人眼睛比較拋比較腫的時候 或者睜眼比較困難的時候 就會希望說把這個脂肪稍微拿掉一些 減輕這個眼皮睜眼的負擔 我們當然希望曲子的切口當然是越小越好 一方面可以達到目的 另外一方面又不會製造太明顯的痕跡 那今天一樣邀請到我們的護理師傅凱 大家好我是護理師傅凱 那傅凱今天我們要討論這個主題就是 跟這個搭配縫雙眼皮一起做這個小切口的抽脂手術 那你看了那麼多 不曉得你對這個手術有怎麼樣的感覺 很多客人的眼皮就很明顯眼尾那個地方會比較拋 就是拋的原因他們的雙眼皮其實被隱藏起來 就很像內霜或甚至是單眼皮 那其實在取完脂之後 雙眼皮就直接浮現就直接出來 這個手術的效果覺得還是正面的嗎 對還算滿滿意的 然後效果也算很不錯 不曉得你對這個手術有沒有什麼疑問 需要我幫你解答一下呢 就是說取完脂之後雙眼皮就會成型 雖然說成型就可能不是很對稱 就是還需要再調整雙眼皮 但是取完脂之後雙眼皮折線就明顯的出來了 原則上抽脂的時候它寬度會增加一些 那主要是因為你在抽脂的時候 你把這個眼窩內的這個容積抽掉 皮膚多少會有一點回彈 那回彈等於是說皮膚的面積會縮小一些 所以雙眼皮的寬度自然就會出來一些 另外一個增加雙眼皮寬度的方式 當然就是我們把設計線往上提升 把這個折線把它縫高的時候 因為縫高這個動作 這個折線本身折進去的力量 就會讓這個折線以上的區域變得泡 就會讓眼上面脂肪裹出來 所以為了抵消這個副作用 我們就必須要做一點小切口抽脂 然後再把脂肪量再降回來一點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些客人會覺得就是說 那我直接縫雙眼皮就好了 我沒有想要小切口去脂 可是往往到後來幾個月後 腫脹很明顯就是上面會很抛 手術當中一併做小切口的區脂 跟我們縫雙完之後 過幾個月再來做小切口區脂的差別 其實有很多病人來的時候 你跟他建議要抽脂 他比較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就是接納這樣的觀點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覺得 他目前眼睛的這個飽滿度 對他來講是剛剛好 可是往往他的訴求的時候 他的雙眼皮要加寬 雙眼皮加寬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設計線 會再往原本的那個折線來更高 那個時候上面眼窩的脂肪就會被推出來 不過我的眼睛看起來 比素前還要來得抛 會有些人就是說 經過一段時間 他縫完之後他又要求 來做一點抽脂 第一個他可能覺得自己寬度不夠 第二個當然就是覺得 還是有點抛 那這個在手術操作上 會有一點點困難嗎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在縫霜的時候 如果沒有抽脂的狀況之下 我們這個線材其實會貫穿整個脂肪層 說起來這個脂肪就是有點被線材咬到 其實也是很怕就是說 拉的力道太大的話去 營效到原本你風霜的成果 二期再過來做這個抽脂的時候 抽的效果就沒有像 一起做的這麼好 那那往往是因為風高了之後 他才覺得啊怎麼變這麼泡 然後他再回過頭 還要來做這件事情 如果要抽脂這件事來 當然還是在第一次手術的時候 如果醫師提到有這個必要的時候 還是盡量能夠參考這件事情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脂肪取出來了之後 眼窩會不會有凹陷的問題 或甚至說我脂肪的量取太多 老了之後可能就需要靠補脂 去填補我眼窩的脂肪量 所以你說老了之後 眼窩脂肪會怎樣 第一個我們在抽的時候 當然也不是說 兼僻親野 把所有的眼窩脂肪都拿掉 並沒有 我們是把顯露出 拋的那個部分把它拿掉而已 所以那人在老的時候 眼窩會怎麼樣變化 其實很難說 有些人他老了之後 他如果開始變胖 發浮了 那眼窩脂肪變大 他其實不但不會凹陷 還會變泡 那另外一種是 老了之後 他就開始變乾變瘦 那如果年輕的時候 做過抽脂 當然在那個情境下 是有機會 要再重新再回填脂肪 到眼窩 恢復這個飽滿度 那是有可能的 我們這次做完 也不會是他永久性的結果 將來如果需要調整 不管是抽的脂肪不夠 或者是抽多了 他需要回填 那其實都還是有方法可以處理的 這個小切口抽脂 其實大家很能夠理解 這東西就是 開一個最小的洞 然後把它拉出來 那因為是在 縫雙眼皮搭配的這個情境下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洞 是越小越好 所以我們現在才會 使用這個手術顯微鏡 我們那個切口 可以做到最小 那做完之後 那個切口 我們一樣是會 用最細的線把它縫好 所以原則上 做過樣子 完全沒有痕跡的狀況 其實我在手術過程中 發現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們不是透過一個很小的洞 去把它脂肪拿掉 而就是意外發現的一些事情 其實單眼皮的人 結構本身就跟雙眼皮的人 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單眼皮的人 這個在眼皮底下 有一些韌帶啊 這些筋膜組織 它會限制這個眼睛睜眼的部分 或者是限制雙眼皮的成型 抽脂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你把這個脂肪 逐漸拿掉 拿了差不多之後 你會發現底層 透過那個很小的那個洞 你可以發現眼皮下面 如同這個割雙眼皮的時候 你會看到的 有一些筋膜的構造 去限制這個雙眼皮成型的 或者是說 讓你眼睛睜不開的 那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在這個過程 我們就透過那個小洞 除了抽脂之外 我們會把那些韌帶 做部分的修點 修剪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雙眼皮一縫 它就很自然的成型 而且也不會限制你睜眼的部分 那第二個好處 就是我常會跟病人講說 其實你的線材 會貫穿這個脂肪層 它本身是一個滑動的構造 所以在這種情境下 你要去讓這個雙眼皮不掉 就是比較困難 但是相反的 你如果把這個脂肪 把它抽掉一部分的時候 線材在過的時候 底下其實就沒有咬到脂肪 雙眼皮形成沾黏是比較牢固的 所以很有可能在這種狀況之下 雙眼皮可以維持一個很長的時間 都不會脫落 或者甚至是永久的 臨床上還會遇到一種病人 那其實它來的時候 它這個眼眶它其實很小 很小的 那這種眼眶小的病人 寬度要把它做出來 其實並不容易 你如果硬是把它縫很高的話 其實看起來很不自然 所以在那個眼眶非常窄小 雙眼皮本身就很難成型 或者是說雙眼皮成型後 非常窄小的時候 我們多抽一點脂肪 會讓這個眼窩稍微有一點凹險感 可是有時候就是要一點點凹險感 它的雙眼皮就從內妝變成外妝 那這個也是這個抽脂的一個好處 所以總的來說 當然就抽脂好處蠻多的啦 那當然就是消除腫包 蒸眼香都比較容易 雙眼皮成型比較容易 那最後呢 我就想跟大家提一下這個疤痕問題 封霜人大家都不想要疤痕 好不容易整個表面都完全沒有痕跡 那你突然多了一個洞口 破壞了整個這個雙眼皮 無痕的這樣的結果 這個洞口本身它就是非常小的 不至於留下什麼明顯的痕跡 另外要跟大家講的一點就是說 像我們在做縫霜的時候 從外面做的這種就是打洞 然後再加上縫線 它會形成這個好險式的疤痕 一般你如果看到那種3.4的疤痕 這邊不是打三個洞 然後就縫霜的部分會把它做起來 但是那這個洞口 剛好又在這個折線收進去的這個張力線上 所以這個洞口本身是容易產生疤痕的 那抽脂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呢 因為我們抽脂的這個洞口 跟縫霜這個折線張力的地帶是完全分開 我們通常是比較外圍的部分 就要說你抽脂的那種口 本身是沒有這個縫霜的這個線材經過的 所以你就不太需要去擔心這個折痕出來的時候 同時把這個疤痕拉進去形成一個好險式的疤痕 比如說我們有這個準備這個手術顯微鏡 那手術顯微鏡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啦 那你把這個上口放得很大之後 你在縫的時候當然是可以縫得很精細 我覺得那部分的病人是疏後經過一段時間 其實是看不到這樣的痕跡的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那感謝各位的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